让开让开 别挤别挤 学我 别挤别挤 让我也专心贡献点 别挤别挤 让我也专心贡献点 别听他们的 学我吧杨师兄 我下手很轻的 那就按我的规矩来吧 是 我来了三个月了 一次都没被选到 各位师兄弟们海寒 今日一战 小弟先拿下了 看样子 是普通弟子 还未成为座下弟子 试炼弟子阳开 翠体三层 普通弟子周定君 翠体五层 请指教 这不确 凌小哥底层弟子 可必凶的 他不会没听过阳开的大明就跑来挑战了吧 可真是有意思 一拳交师兄打倒 难道不是结束了吧 按照宗门规矩 切磋结束 贡献点归我 再来 什么 你别腿 准了还可以这样踢 再来 杨开真任性真美的说 不打晕绝不认输 可不是 每次和他挑战的人 我都不少攻陷点输呢 好复杂的对手 试炼弟子阳开 对战普通弟子周定君 周定君胜 就数 我暗堂弟子 只数三长王 负责记录宗中的大小事 当时也见过不少胜负 只是这阳开吗 再 再来 再来 你疯了吗 再不认出会死人的 得罪了 第147次 败 这个战绩 是林萧阁开宗立派以来 绝无仅有的了 被别为试炼弟子 连温宝都成问题 他为何还要留在林萧阁 或许 这就是男人的愚蠢吧 三年前 我来到林萧阁开始修炼 按照规矩 十四岁有下弟子 入门三年纪为失灵期 三年内 若能突破脆体期 便有资格败入宗中高层的下 受三年未能突破 便是像我一样 变成失灵弟子 在宗内里 自生自灭 终鸣九天 旭日都生 白日之路 定当光明灿烂 好痛 我明明不是晕倒在树下的 为什么会在树下行完 怪了 难道今日有哪位师兄 大发善心 把我移过来了 是不是 凝蓄吃玉膏 一瓶就职十点 祖门贡献的膏药 抵得上我扫一个月的地牢 虽然不知道 是哪位好心人 但我阳开 他日若腾打 定当涌全相报 这膏药 熟此珍贯 岂不可惜 还是选择点弄吧 你是谁 我才是真正两开 几个冒牌 我连自己都打倒了 五天之下 再也没有人能够抵挡我 竟然说了两个时辰 得赶紧先来扫地了 什么感觉和之前不太一样了 好像变轻了 这黑石是我在黑风山脉打猎时无意间捡到的 想不到 它的真面目 竟然是本书 丝不烂 但是也没字啊 这样一本漆黑的无字书又有什么用呢 以血为影 今生降临 神功不成 今生不灭 这些字 有股可怕的气息 奥古今生 霸者恒蓝 不屈之魂 方能详之 不屈之魂 方能详之 这书的出现 难道和那个梦有关 玄拉是这样 好 试试看 他 他在嘲笑我 一个小小的骷龙 竟敢如此嚣张 这天生想要抢夺我的身体 我是绝对不会屈服的 怎么回事 那本黑书是什么来头 伤口竟然消失了 还感觉到 情所未有的力量 只不过 秀为并无变化呀 诶 那本黑书呢 竟能按照一拟 收入体背 这本无字黑书的材质 难不成 是振魂石 我有在亿万阴魂聚集之所 就因不见天日之渊 汲取无数生灵之力 才有机会形成的奇异石头 若是被人发现这等宝物 莫说区区一个灵霄阁 便是整个大汉王朝 都会被人踏平 我千里迢迢来到灵霄阁 不就是为了修炼 不妨 从他身上下手 这是一套大道之井 拳脚之术 只有蓄日东升之际 才能修炼 也就是说 每日顶多 也就只能修炼半个时辰 那就明早试试看 正是现在 许东升之时 还未施展脆体片的百分之一 就难以为继了 就难以为继了 想不到 只是施展半个时辰的拳脚之术 竟然就突破了 这是 后天杂志 脆体片的功效 只发挥了百分之一 就直接晋升了一级 说是全部施展开呢 罢了罢了 先去扫地吧 让开 你干嘛呢 这一小块地 你死了一个时辰了 真是个怪人 虽然脆体片功效显著 但其他时间 我该怎么提升修炼 快让开 快让开 这位师弟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杨开有这么强壮的吗 壮上去相处强势的 先走了 我赶得去贡献堂 贡献堂 今日是兑换贡献点的日子 扫地可以赚取十点贡献 但是上个月 被人挑战了六次 六次接班 算下来 只收入四个贡献点而已 这老货 又不知道梦到哪个女弟子了 你小子呀 正是我 我来兑换这个月的贡献点 怎么早上不来 早上人多 现在正好清静 还是老规矩 还是老规矩 十两银子 对完银子 我还剩多少贡献点 还有十二点贡献 怎么 想买一瓶凝血曲鱼糕 不用不用 攒了好几个月 还是省着点吧 小杨开 我知道你想换那洗髓丹 提升资质 但像这样攒下去 得到好年马月啊 总能攒够的不是吗 照你这速度 等你攒够 老夫也死百年有余了 不过孟掌柜 我有一事不解 讲 洗髓丹这么贵重 怎么还没有被人换走 因为这丹药 是老夫自己的宝贝 其他人并不知晓 啊 是你自己的 虽然是我自己的 可也不会便宜了你 你想要 拿足够的共性来换便是 老夫梦扒皮的名号 可不是白叫的 我一定会攒够贡献的 先不谈这个 听说你昨天又被人给揍了一顿 我走了 哎呀 别着急走啊 跟老夫说道说道 老夫又在幸灾乐祸 小阳开 从哪里来 回哪里去吧 灵霄阁 不是你能带的地方 早晚会被人打死的 我没地方可还 哎 真是何苦了哟 那等逆天的宝贝 老夫哪里会有 不过是编个谎 给你个希望 没想到你却当真了 以前来乌眉镇的时候 池里山路走下来气喘连连 今日倒是剑步如飞 应该是那金身的功劳吧 嗯 那群人里好像有灵霄阁地子 也是来买米的吗 哟 小兄弟又来了 嗯 何沈 还是老样子 我说小兄弟 你一月就来买这一点 够吃吗 嗯 够的 我有时还会上山打猎 胡说 你看你这胳膊腿瘦的 二他娘 仓库还有些沉迷 放的也是放的 你给小兄弟都装上吧 好嘞 不用了不用了 你们也是小本生意 哎呀 别客气了小兄弟 等着 我去给你拿 每次都说是沉迷 每次拿来的 却都是上好的白米 孤身在外 谁还没有个落魄的时候 以后要是饿了 就到这里来 咱们米航 迷的没有 吃的快够 嗯 谢谢 两位客官 怎么了怎么了 老板呢 谁是老板 出来 我 我是 我是老白 你这黑心老板 竟然在米里下毒 没有啊 这般装饰 怕是其中有什么误会啊 没有什么误会 我兄弟吃了你家的米 就这样了 定是你家米里有毒 一次冲好 二位 破财消灾 二位装士 鬼兄弟中毒 应与我米铺无关 还是应当先去求医问诊 查明病应为证 若是二位囊中羞涩 何谋愿替二位颠覆阵间 岂有此理 应当我们是陆林强盗马 你这黑心老板 买毒米出来 良心何在 今日我就要砸了你这铺子 二位生态铁曼 好像是 营销阁弟子 他是 刚刚巷子里的人 你小子看什么看 他们自明是一伙人 现在演这一厨 到底有什么阴谋 何说 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人 这 没有啊 奇怪 不是中毒了吗 还能躲开我的一拳 好小子 你是什么人 敢管我兄弟的闲事 在下灵霄阁弟子 苏木 你们是灵霄阁弟子 怪不得生得人中龙凤 二人今日认灾了 告辞 慢走 不送 这对话 怎么这么想商量好的